大家好,今天去了北區公園 早上去的 最多的是紫花奴荔草 其實它還有很多名字 或者是紫花奴荔、翠奴荔、紫花草、日日見花 它的花期比較長 不是開的一朵花很長 是它一年四季都這樣開花 香港可能在冬天幾乎等於秋天 其實它都幾乎每天開花 今天一出門口在樓下就拍了這幢胸花 然後發現原來自己沒有戴記憶卡 回家再拿記憶卡再出門口 接著就去北區公園 在未到北區公園的運動場旁邊 原來也有一個花圃 種了一堆的蘆荔草 正面體其實是一般的 大家可以試試看後一點或側面體 透光之下其實更加美 它的樣子有點像天鵝花 拿兩朵黏在一起 其實如果你是天氣熱的話 你中午到已經是借光了 只是早上早 如果夏天熱的話 是六點多 我看到它也開了花 不過當然趕著上班也未必拍了 也有些蝴蝶幫襯 另外我發覺在北區公園 人工戶旁邊的打卡點 前一點也有中了幾棵 那邊的角度就比較好拍的 幾乎是270度 你都可以圍繞著朵花拍的 那不會只是拍一邊 在這裡我就用了一支長小小的焦距影 所以打卡的位置 除了打卡的位置 其實也有很多不同的花 大家發掘一下 而且我今天走走走走 發覺有雞蛋花 蓮花 紅花 還有野茅丹 然後走到北區公園 穿過一條隧道 也是我最喜歡的這個亭 這個亭是一個很特別的建築模式 主要是被人休閒、坐、休息 另外一個亭是休息 四面都是通風 或者是相約一個地點 或者是離別的地方 大家可以看到 在人工湖裏面的 下雨 其實它的顏色 開始轉變成黃色 今天立凍 天氣呢 我初代以為下雨 所以也不敢約朋友去拍照 但我早上8點多 看到天氣很不錯 所以先出去走一走 遲些可能就會看到 黃色的這個 下雨 旁邊的就是樑樹 早上你會看到四角位 也有人設置了一些雀 這是中間植物,還有遠處的走廊 天氣熱的話,在走廊休息也很舒服 遠處還有柳樹,還有蠟杜鵲,旁邊有水石融,好像開花就沒有了 庭上也有雅和木的結構,很舒服 原來香港的傳統建築物比較少 我只有去過不同的中國公園式建築 其實園林可能相似,但是建築的風格差異有些 蠟杜鵑 池裡面 除了這隻紅一點的蠟杜鵑之外 其實在池旁邊也有些稀疏一點,偏向紫色 但它的規模不算多,偏少一點 看見也有些是白色的,但是白色就更加少 其實你初期沒想到它是真的花來的 白一點點,粉粉的 每天踏入冬季,有很多口鳥 最近去公園發現雀鳥也有很多 這隻小鳥就四處跳一下 這隻是神獸 幼宅遊在湖邊 享受若有若無的一光玉 看見楊子晶也開了花,可能也是花味 不算多 也是在打卡位附近的位置拍攝的 看見那隻小鳥,也是那隻類型 不過它在粗地上移動,也頗為快 完全是很難捕捉到它 這麼快就跳走了 還有經常見的紅花祭木 這裡大部分的紅花祭木比較可惜 因為經過修剪,可能對大家在花草 半腰那麼高 但其實如果在屯門有些公園 好像楊錦秀那邊 楊錦坑公園那邊 有些原始少少保存 其實它都可以長到 起碼兩三米高 那些花其實都頗好 特別少少的花就像一束紙條 一絲一絲 不同少少的 另外一個角度就拍攝楊子晶 然後我就給了對面的局部吸引 除了有些尺邊的薑花一類 那邊的薑花比較順潔一點 還有白色 還有這個瑞蓮 今天有些陽光 它都開了 沒有休息 旁邊流水中中 比較可惜軟了一點 如果近一點就更加好 大家不常常見到 所以會開心一點 除了有幾多的瑞蓮 還有一個近一點 不過今天看到下面有些好像水草 就是這一隻的白色的花也很漂亮 平時你又不是太多於它開花的 反而是一種水草 襯托 或者 點綴多了 它的白色花也很漂亮 你看一下 中間呢 是一個 淺黃色 黃綠色 有些蜜蜂也很懂得欣賞 其實除了走入 這個春季呢 因為花開多了 它們那個賺錢 還是OK的 慢慢地 如果步入這個冬季呢 它們開始賺錢 就會困難一點 大家留意 它們的天氣影響很大 如果你是陰天之下 看到蜜蜂 或者野蜂 最好就是保持一些距離 它們因為賺錢 很艱難 脾氣就會暴躁一點 但如果陽光很好 照著 其實是很nice 它們是沒什麼所謂的 對了 正常蜜蜂也很溫順 走走走旁邊 又看到這個雞蛋花 還是紅色的 也很美 剛好它就在三波上面 我就在下面透光地拍 變了很通透 都比較驚訝 還有水石融的紅葉 還有這些水石融的紅葉 不知道為什麼 有些比較紅葉 有一枝比較紅的葉 其他其實都是玉色的 這隻就是野蜆蛋 其實不多 但是呢 剩下的種類也有些 那跟著我就坐一個亭 慢慢看過去 那它有些 在這邊呢 就有些 有些紫色 不是 藍色的花之外 其實前面呢就是這個 玫瑰花圃 再前一點就是人工戶 那玫瑰花圃旁邊呢 也都有一些 假大頭花 都很美 那這隻花的花旗呢 就頗長的 還有很多公園 發覺都有種它 可能它比較粗生 其實都是野蜆花來的 其實都是野蜆花來的 也都有一些生肚出的 這個亂葉 那它的花下面呢 就是這個 玫瑰花圃 都很美 還有顏色也都多了 那建議大家可以戴一下 那些玫瑰花圃 不過看得太清呢 也都不是一個好事來的 你會看到很多玫瑰呢 其實未必真的這麼 原味 所以只有找些 新鮮些 或者靚些的影 因為很多花呢 看起來其實很吸引 很靚 但是當很細心看 其實有些邊緯呢 可能會有開始敷 或者有些 斑 等等 未必真的像大家想像中 真的這麼美 其實遠看或者你不細心看 那個印象呢 其實是 八九十份 但真的太清 那樣看呢 始終有點變 那有些玫瑰都會站在那裡彩花的 但是它們的速度呢 就很快 那幾乎是一注足之後呢 吸兩下就走 那除非你在拍攝 如果不是很難捕捉到 那其實遠看呢 一個概覽 其實可能更加漂亮 或者做一個背景 那看到也有些松開的 那有些松柱 那還有這個天堂鳥 那接下來也有很耐看的這個鐵海堂 或者叫其輪花的 那這隻都比較花旗長 還有比較粗山一點 它的花就好像兩個圓形 一跌在一起 那接著就走去這個美人樹那邊 那那邊呢 那這次也多了一個 秋英 或者叫波斯谷 那就是這些 剛剛中的 那因為前天我去呢 還是一塊空地來的 那公園的工作人員 的手腳真的快快 那麼快就中這個波斯谷 那大家如果最近去呢 還可以拍這個 有人说早上的美人树,丝木棉比较漂亮 因为今天我打算早上九点多 发觉其实有部分,部分是OK的 始终要看花是否适合开的状态 如果刚刚开就更漂亮 也有些是垂低的 拍的时候也选择更漂亮 也有些蜜蜂,彩金蜜 虽然在树上,但可以长一些镜子 比较多的角度,比较多的角度 因为不同的光线或角度也有些不同 可以拍一些比较远或高一点 看到有些早前开了,也有些蜜蜜 三种也是 今天阳光没有太多,但风比较多 再去探讨蒜香藤 或者叫紫灵藤 可惜今天只是这一束 比较新鲜或漂亮 其他都几乎相云见绝 可能早前开了,也接近微星 看到上面的花开 下面开始有些蜜蜜 非常有风明就是蜜蜜蜜 如果你留意如果蜜蜜蜜蜜 颜色越来越简直 你留意蜜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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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蜇 如果是�蜜蜜蜜蜜蜜蜜蜂 可能是蜜蜜蜜蜭蜜蜜 我们今天分享到这里,拜拜